繼續來看臺灣政管交友所 公佈到九七公司的原港新租中圍所 去年航海業是大興隆 中營以421.3萬拿到冠軍 雍民海運也進入到很十大 很十強當中半都拿業就佔北京 不過製造業就難了 劉東部公佈到這組合現在沒有性格的人數 九千六百九十三的人 說二空二空年九月第一來就是現在 最多人在沒有性格 第三名是水町 九十名裡面好像中營和雍民 是韓文購 其他八都是八道鐵天下 因為過去的兩年 它的獲利是過去二十年來最好的 最好的一個狀況 我想說像今年可能它的平均的薪資排行榜 前十名大概可能都夠不到了 半導體和這個IC設計都需要有 比如說專業的一個技能 那這是無可不太容易取代的 所以你看它的薪資平均薪資水準相對 都比較高 一樣喜歡科技加購公電國 兵王科 原港新租的中圍所是一路 只要三十二萬一 一個月薪資平均是兩萬多左右 百會入的三雙加股 觀光路由的萬雄來 分別是尊重的從後面算來 第一至第三 那是說觀光客的素量有變多 這樣還不看到提關薪水呢 很簡單你去看它的股價就知道 股價大概還不到二十塊錢 表示公司事實上沒有賺錢 傳統性產業它的變化不大 而且競爭非常的激烈 它對員工的所謂的專業 工業的要求沒有這麼高 那傳產只有大概四五十萬 即使再加個百分之二十三十 它的薪資水平 還是沒有辦法跟所謂的高科技的 電子產業去比較 製造業的頂端也是很慈善 讓無薪資的金屬 199千693人 來到日空日空年 九月第一來最高的所知 其中一間年來製造業 在這邊通報無薪資 就有696人 我們說經期三年一輪 好拍照輪 這邊輪到製造業是真的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 有效用 我會選擇 AV U